我们来看这道题,考察的是控制器的实现原理 这里采用的是组合逻辑来实现,也就是应部线的方法 这是应部线的实现示意图 可以看到,要产生最终的控制信号,需要有三个方面的输入 一方面是来自于当前要执行的指令的操作码 一码之后产生的信息 一方面是由CPU统一提供的始终周期信号 而控制单元内部的一些小的电路结构,要能工作都是要依赖这一始终周期信号 这里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开关的作用 这样的一个小的信号就相当于一个开关 这个开关放到电路里面,电流才可以流通过去产生最后要的操作信息 而这个开关信号什么时候到就决定了这些操作信号什么时候被放出来 这是一个简单的理解 当然实际情况有可能是一组操作信号需要有多个开关 连续送进去之后组合出来的结果 这个大家可了解一下就好 第三部分就是由执行单元反馈过来的信号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跳转之灵 比如我们想要做的是A大于B的时候发生跳转 那么首先A和B这两个数字会被送到ALU当中 先做一次减法,减完之后看减法的结果 如果减法的结果为正的话 正的那个信号要返回到这一组标志当中 这样控制单元下一步就会控制产生需要跳转这一信号的结果 这就是标志位的作用 那么把这三点对应到选项当中去 第一个说到了第一点 然后地址码没什么关系 第二个提到的是ER 也就是一码和统一的解拍信号 第三个提到的是第一点和第三点 第四个只说到了第三点 那么最终控制信号的形成 主要是依赖于第一个和第二个这两种信号 因为任何一条指令都是需要操作码一码 而操作码一码是依赖于始终信号的 但是并不是每一条指令都依赖于反馈信号的 比如说空操作 简单的加减 算数认算,逻辑认算 这些都不依赖于反馈信号 在没有反馈信号这一串输入的时候 计算机就已经可以完成很多种工作了 这一组信号主要是在后来的发展中不断的扩展进去的 所以第一点和第二点相当于是必须的 第三点是优化了计算机的工作流程 当然对于现在的计算机来说 还是把第三点加进去比较完善 那么这道题将解结束